足跡部分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公布今天 因为因应桃鸡事件的临时裁剪站的裁剪情形 那今天上午呢 1月8号呢 临时裁剪站一共裁剪了435位 那目前呢这435位都在检验中 那从1月4号到目前为止呢 桃园市累计裁剪5299位 其中呢是4860位阴性 4位阳性有435位 也就是今天上午1月8号裁剪的435位 还在检验中 那接着呢 我们呼吁市民朋友 如果你有足迹重叠呢 有相关的疑虑呢 都可以去裁剪站来裁剪 因此呢我们陆续会增设临时的裁剪站 那在原本桃园市裁剪站的规划部分呢 原本有六位 六处 那假日的时候是有两处裁剪站是没有裁剪的 那龙岗大操场的天幕 北区客家会馆 黎明公园 中立区的中正公园 这四个裁剪站在假日的时候维持有裁剪 那为了因应这个扩大裁剪呢 所以我们今天桃园市政府在桃园火车站 在今天下午从一点到五点就临时来增设这个裁剪站 那明天的部分呢 来跟市民朋友公告一下 1月9号明天临时裁剪站呢 是新增在平正区的第一市民活动中心 地址在平正区茂五路77号 那其余四处龙岗大操场 北区客家会馆 黎明公园跟中立区的中正公园 明天一样维持有裁剪 那时间呢 是上午9点到12点 下午是2点到5点 那呼吁市民朋友 如果你有足迹重叠 或是你有任何疑虑呢 都可以去裁剪 那接着呢 来说明一些桃园市的相关的防疫新的措施 那除了裁剪之外呢 市长也一直呼吁市民朋友要来提高疫苗的这个覆盖率 所以呢 现在指挥中心已经公告了疫苗追加剂呢 间隔期已经缩短到12周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希望市民朋友可以尽快去施打疫苗的追加剂 那如果你是连第二季都还没施打 我们也呼吁您赶快去施打疫苗 来提高疫苗的覆盖率 那在桃园市医院的部分呢 我们从今天开始呢 医院长照安养精神照护等机构 从1月8号到1月21号呢 是停止探视的 那在陪病的原则上面呢 是一床一人 那探陪病呢 如果有特殊的状况 可以依照医院的规定来评估办理 那除此之外呢 市长今天上午也有宣布 市府呢 各大型的活动呢 应该要延后举办 或者是缩小规模 那如果在举办的时候呢 也应该要确实的来落实这个防疫的措施 那民间活动呢 如果是大型的群聚活动呢 市府这边同样建议民间的活动呢 要延后举行或者是一样缩小规模 并且呼吁一定要确实的落实防疫的计划 那接着呢 是今天这个媒体提问的部分 有媒体询问到说呢 金赏歌友会呢 795位成员跟家人採检结果报告出炉了吗 是否有新增阳性的确诊个案 另外呢 在桃园机场出现了三条感染途径 市府方面对传播链有何预防措施 那这部分呢 市长今天上午在防疫会议的时候呢 有强调 因为机场的工作复杂 因此会出现不同的感染源 那在机场出现感染源的部分呢 社区一定就会有风险 所以呢 只要机场有确诊 社区就不安全 因此呢 市府呢 一直透过了扩大匡列 隔离 裁剪 清销 这样子的作业呢 秉持宁可多做不可少做的原则 希望都用最快的速度来築起 这个疫情的防火墙 那因此在裁剪的部分呢 市长今天上午也要求 关于京赏歌友会呢 要专案来办理 那隔离者跟自主健康管理者 都要进行二采跟三采 那由于呢 歌友会组织比较松散 所以呢 市府这边呼吁 只要在元旦前后 有去过歌友会的 都应该要出来裁剪 那裁剪的部分呢 歌友会的部分 我们已经完成了一采 那接着呢 会持续的来进行二采跟三采 那今天上午呢 435位的裁剪的结果 也会陆续的 有最新的消息 我们都会跟市民朋友来报告 那我们在这边 也一样再次的呼吁 大家要出门施打疫苗 那提高疫苗的保护率 那也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家人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桃园市政府的 疫情说明会 直播到此结束 谢谢